HELLO 大家好,我是順電把 這支影片想要來跟大家做個 Room Tour 房間的介紹 就是我在鳳凰城這一個月出差要住的房間 那之前來美國出差的話 如果都是一兩個時間大概都會去住旅館 可能是像他們這邊的Motel是一些In 旅館的話一個晚上大概都要將近150塊美金以上 甚至可能會有超過200塊美金 這次因為出差的時間比較長 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想說找這種類似像Airbnb的這種出租套房 可以住一個月的 那它的價格上面基本上只有大概旅館的6折 甚至一半的價格而已 這支影片就想說來跟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那其實我是昨天住進來的 那住進來之後它這邊比較像是自住室的一個方式 然後櫃台這邊給了我們一個Inspection form 就是檢查表 那在入住的一天到兩天之間呢 你必須要做完這個檢查 然後把這個檢查做完之後呢 給櫃台 那基本上就是去確認你在搬進跟搬出的時候 這個汙礦的狀況是OK的 是一樣的 沒有東西被你弄壞掉 我想說做個Room Tool 那我就順便在這個Room Tool裡面 也來檢查一下該要我檢查的東西 OK 像他要檢查的東西 像是他要檢查牆面 有沒有這個叫Dance Dance 就是有沒有一些凹痕啊 Holes 有沒有洞啊 有沒有Water Damage 有沒有一些水質 還是說漏水 我猜啦 應該是這個意思 然後廚房的話 檢查你的櫃子 然後swept mobbed 有沒有掃過擦過 然後counters clean counters stands 流理台有沒有乾淨有沒有污漬 refrigerator 冰箱 stove 爐子 oven 烤箱 microwave 微波爐 order 有沒有怪味 dishes 盤子 這些狀況是不是都好的 然後Bathroom的話 廁所的話一樣是檢查 counter cabinet 這個洗手台 櫃子 然後swept mobbed 一樣有沒有擦過掃過 然後toilet 廁所 shower 淋浴 top 浴缸 然後Bathroom的話 房間就是檢查 matrix 床墊 Bathside table 床邊的桌子 television 電視 chest 櫃子 五斗櫃 Linence 床單 那Living area 這個客廳的話就是檢查 television 電視 coach 沙發 dining table dining chairs 這個餐桌跟餐飲 end table coffee table 茶几 咖啡桌 那我想這個我就帶著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房間 順便我也自己做個檢查 是不是這些東西都OK OK 房間進來的話就可以看到有這個客廳的空間 然後有沙發 蠻大的一台電視 再來就是有算是一個小的用餐區 有這個餐桌餐椅 這個跟廚房連通的一個小吧檯區 那現在是變成我的一個工作區 我覺得那邊比較方便使用 其實因為亞利桑那州這邊現在是淡季 因為天氣外面天氣非常的熱 那你也可以看到外面有這個游泳池 但是外面是太陽實在是太大了 OK 再來的話就是廚房這個地方 那有冰箱 有禮台 然後剛剛提到的就是微波爐 還有這個有點像是電磁爐 然後烤箱 那在櫃子裡面的話 他可能要準備一些杯子啊 那像他這邊 還有給你一些就是你可以煮東西的廚具 不過我可能用到的機會不太大 烤麵包機 咖啡機 基本上都還蠻齊全的啦 刀具什麼 基本上都有 OK 那這是廚房的部分 房間的部分就是一個雙人床 然後前面有電濕 再來的話浴室就是在房間裡面這邊 基本上浴室的話也是乾淨舒適的 因為他有乾濕分離後有浴缸有淋浴 OK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有一個 更衣間 感應室的電燈 剛剛有提到有櫃子 那我昨天已經入住進來 所以衣服已經有掛起來了 更衣間在這邊 基本上整體的環境是相當的舒適啦 我覺得如果出差在這邊待一個月的話 因為我會用到的空間 或者是使用到的這個器具其實不多 對我來講 這樣子算是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環境 不管是要在這邊休息工作都可以 那他其實外面的話呢 他這邊因為他旁邊有一些 類似像高爾夫球的一些練習場地 但是因為我們不打高爾夫球 所以基本上用不太大 那外面的空間 因為我們現在太熱了 我們就不出去拍了 那這支影片呢 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室內的這個環境的狀況 那我想未來蠻多台積電的一些供應商 大家很多人會來這邊出差 甚至說有一些家人可能會過來看一下 這邊的環境等等 如果說有比較長的事情要待一個月 就可以考慮這種短租的這種套房 那基本上會比旅館更舒適更寬敞 然後價格也更便宜 OK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按讚好看分享 其他的相見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讓你第一時間不錯過順便馬來的生活分享 掰掰